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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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组成加油团为考生打气 各项大型考试总是能看见陪考的身影 不过今年可能看不见了 5月即将举行的统测机会考 教育部就宣布全面禁止陪考 但考生有状况怎么办 至少让学校有一些老师可以去陪考这样子 就是以防孩子真的临时有状况的时候 有大人可以来协助 考生挤进考场 几千人同时应考 难以维持社交距离 教育部寄出严格规范 不戴口罩不能进入市场 如果中途拿下甚至会零分计算 虽然在进门的时候他戴着口罩 可是在进入市场的时候 他又把口罩拿下来 他不愿意佩戴口罩 那就算他在那边考试 该科也不予计分 自己如果戴着口罩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有点缺氧的感觉 因为呼吸上面就会很困难 他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会影响到他考试的成绩 会反而造成另外一种 不公平的状况 担心影响考生表现 但在疫情期间 不得不谨慎以待 一场攸关未来的考试 如何兼顾考生权益 备受挑战 大家新闻随于产客新智台北报道 非常好 敬礼 我就会拍摄 音乐 描写 马上